當然我們不希望健身房也會看到 什麼心驚膽戰的畫面 只是有的時候只是來這邊 上一個階梯有氧而已 結果動著動著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自己頭昏眼花 難道是自己真的很弱嗎 有時候不一定 而是因為整個健身房 二氧化碳實在太濃了 你吸不到氧氣 你當然會覺得有點頭昏腦脹的 為什麼會有一些健身房 空氣品質不好被發現 而且因為現在如果有這樣的狀況 可能就會被公告了 這是知名的連鎖健身房西門分店 他日前就被環保局稽查 說空氣品質不合格 二氧化碳濃度過高 所以按照規定他必須要在店外 非常明顯的地方公告讓大家知道 但是很多人來到這邊運動 完全不曉得有這樣的狀況 我們今天就直接跑到現場去看 後來我們好久好久 才終於找到了原來公告藏在這裡 因為完全被廣告看板擋住了 準備要去健身 門口有廣告看板在正常不過 不過有民眾日前靠近一看 這看板後還有東西 而且還是一大張公告 寫著空氣品質不合格 因為二氧化碳濃度不符檢測標準 但這樣擋起來有公告像沒有 會員就忍不住去檢舉 被反映過後重回同一家分店看到 這公告前面已經完全沒有遮蔽物了 廣告看板移到旁邊角落來置房 不知道 我本來不知道 我剛剛才看到 裡面上課的話 可能比較有影響 因為上課那個門有關著 地下室 地下室 而且這個是老舊的 許多會員表示 常來這間西門分店 但直到最近才看到有公告 怪了 依法 空瓶檢查沒過關 就必須要在明顯的地方張貼公告 我們有確實他那時候是沒有任何的遮擋 是不小心還是怎樣 如果後續我們去查核道 如果他還是有故意張張貼當然就不行 根據環保局統計 近八年內總共機查過這間分店11次 加上今年總共兩次不合格 上次復查過關沒開罰 這次還在改善期間就傳出遮擋公告狀況 還好改善 但如果再犯 環保局就會開罰最高25000元 保持虛幹穩定 往下踢 往後踢 往後 近年來越來越多人會上健身房 除了自己練 還會上團課 但如果喘不過氣 要特別注意 槓鈴 舉重 這一類的比較短的時間的這種選手 他用到的是無氧系統 那他受到的影響就會稍微少一點 長跑 慢跑 這一類的運動選手的話 他就比較容易因為二氧化碳而受到影響 只要不舒服 要提高警覺 避免運動 還傷身 董事新聞 朱鴻燦 妙夢姐聆聽之後在台北採訪報導